我的朋友有上台大和清华的两个儿子 我朋友还是进了养老院 他说 我要去养老院了 非不得已 我是不会去养老院的 但是当生活开始不再能完全自理 而儿女又工作忙碌 还要照顾孙子 无暇顾及女时 这似乎成了我唯一的出路 养老院条件不错 干净的单人房间 配有简单使用的电器 各种娱乐设施齐全 饭菜还算可口 服务也很周到 环境也很优美 就是价格不菲 我的退休金肯定无以支撑 但是我有自己的住房 将它卖掉 钱就不是问题了 我养老若花不完 不久的将来 剩下的就作为遗产 留给儿子 儿子很理解 你的财产应该您享用 不要考虑我们 剩下的就是我要考虑去养老院的准备了 俗话说 破家值万贯 值得是东西多 过日子 针头现了什么也少不了 箱子 柜子 抽屉都装满了各种日常用品 刺激的衣服 刺激的床上用品堆积如山 我喜欢收藏 油票集了一大堆 紫砂壶也集了百十来把 还有许多珍藏的小件物品 什么脆 核桃等小把件 挂件 还有两条小黄鱼 特别是书 整个一面墙的书柜 装得满满的 好酒 什么洋酒也存了几十瓶 还有全套的家用电器 做饭的各种器具 锅 碗 瓢盆 柴米 油盐 各种调味料 再把个厨房也塞得满满的 还有积攒的几十本相册 看着满满的一屋子东西 我发愁了 养老院只有一间房子 一个柜子 一张桌子 一张床 一个沙发 一个冰箱 一个洗衣机 一台电视机 一个电磁炉 一个微波炉 根本没有存放我这些平身 积攒的财富的地方 在这一瞬间 我忽然觉得 我的这些所谓财富 都是多余的 他们并不属于我 我只不过是 看一看 玩一玩 用一用 他们实际上 只属于这个世界 轮番降临的生命 都只是过客 故宫是谁的 皇帝认为是正的 但是今天 他是人民的 是社会的 为什么比尔盖茨 要把自己身后的财产 全部捐献 为什么马云都宣布 要把他博物馆的 全部产品 全部捐献 那是因为 他们明白了 这一切 原来就不是他们的 他们不过是 看一看 玩一玩 用一用 生带不来 死带不去 倒不如 孤免钓鱼一下 落得个 积善行得 多么明智啊 我的这一屋子东西 真想捐献 但是拿不出手 要处理 现在成的个难题 子孙 能接受得 寥寥无几 我能想象 当儿孙 面对我的 这些苦心 积累的宝贝时 会是怎样的情景 衣服被褥 全部扔掉 几十本 珍贵的照片 会全部毁掉 书被当作废品 卖掉 收集的藏品 不感兴趣 会处理掉 红木家具 不使用 会见价卖掉 正如红楼的结尾 只剩下 白茫茫的一片 真干净 我面对着 如山的服装 只剪了几件 爱穿的 厨房用品 只留了一套 锅碗瓢盆 书挑了几本 还值得看的 只珊瑚挑了一把喝茶的 再带上身份证 老年证 健保卡 户口名簿 当然还有银行卡 足够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走了 我告别了邻居 我在门口跪下 拜了三拜 我把这个家 还给这个世界 是啊 人生只能睡一张床 住一间房 再多的 都是看着玩的 人活一辈子 终于明白 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并不多 不要被多余的东西 束缚住了快乐 四句话说 真名夺利 挺荒唐 焦虑 顺忌 天天忙 等到最后才明白 人生不过一张床 对于六十岁以上一族 是应该好好的想一想 人生最后一程的路 怎么走 放下幻想和包袱 放下那些 吃不完 穿不进 也带不走的东西 今天我们这一辈 已经近六七十多岁的人了 说生命过半 毫无悬念 说余生还长 不可预料 也许百年不止百岁 或许明天就是百年 对个人来说 已经度过了漫长超过一甲子 对历史而言 只是飘过了一丝雪花的瞬间 我们这一群同龄人 曾有过理想 做过美梦 也经历过饥饿 尝试过苦难 儿时有过快乐的童年 西装革履的期盼 大了也享受过电视 电脑手机的社会进步过程 几十年间 上天的飞机 入地的地铁 超越了历代帝王的待遇 隐身网络 亮相于视频 纠结了千古神仙圣贤的智商 从当年骑自行车出门的美感 到如今驾驶汽车 乘飞机旅游的平常 从飘洋过海的环球旅行 到旷世缥缈的虚无网游 我们这一辈 人生经历跨越了几千年 生活品质超过了无数代 而如今 从座儿孙到了当祖辈 从统英朗朗到了白发长长 从捉迷藏跳橡皮筋 到了太极拳练气功 我们渐渐老了 我们将走向永恒 但是我们值得了 我们该知足了 我们这一辈没有经历 兵荒马乱的战争 流离颠沛的逃亡 国破家亡的痛处 妻离子散的悲伤 国有不平 我们基本生活无忧 室友不公 我们安全 逍遥自由 虽也辛劳 却是为了儿孙 虽有苦衷 总还对得起人生 经历过磨难 却能劫后余生 我们要放飞梦想 抚平心情 笑看世界 乐对人生 特别是这波疫情 如果发生在古代 也不知道要死到哪里去了 但是 现在我们还搭上了 科技发展的末班车 虽然自主隔离管理 躲在家里 让我们也能赖来赖去 健康快乐每一天 我们高网购 新奇物品送身边 外面不能群聚 我们就常聚在群主里 同学朋友聊到乐翻天 知足就常乐 知足就幸福 三四五年级的朋友们 保重好身体 爱护好自己 幸福的生活 健康快乐永远伴随你 健康第一 其他世系 快乐活到老 学到挂墙壁 我们共同勉励